由于先前空军F-5战机频频的失势 国防部是加速了泰幻教练机 汉祥第一架量产型的永英高教机 29号飞交空军的台东制航基地 虽然天候不佳 高教机是延后了一个多小时才飞抵台东 但仍然吸引了许多军事迷 是冒于捕捉永英俯冲落地的雄姿 也见证了国机国造的里程碑 朦朦细雨中远方出现飞行物身影 传来隆隆引擎声响 在拉近镜头 红白蓝乡间的永英高教机 终于飞抵制航基地上空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顺利降落在基地跑道 让守候多时的军事迷 如愿捕捉到这历史性的一刻 国机国造的里程碑 编织我们航空发展的能力 它的外形也非常漂亮 涂装也很漂亮 帮新式高教机做个记录 由汉祥公司研制了永英高教机 两架原型机在去年完成首碑 手架量产型永英高教机 29号正式交付空军 原定上午9点20分 从台中清晨岗基地升空 但天空不作美 升空时间一再拖延 延迟了一个多小时后 才飞抵台东制航基地 据空军司令部规划 永英新式高教训练机 预计在2022年至2026年间 分年依序交机 两架 8架 17架 18架 18架 以及3架 今年底前应交机两架 预计明年交机8架 F-51战机频频失势 外界要求台湾声浪日益增加 总经费将近687亿元的永英号高级教练机 预计生产66架 2026年6月前交机 象征我国重新开启国防自主的大门 未来将取代AT-3高教机和F-5不逊机 制约F-51战机 则计划在2024年全部除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